乔布斯也好 汪涛也好 马斯克也好 等等等等 这些都是一个新的企业 全新的产品的产品经理 创业者 他们的成长背景 有什么一些特点 我们传统的教育 对于培养是按学科来培养的 我们有工学院 或者工学院有很多专业 电机机械计算机 顺着某个专业 一个一步一个台阶 从本科研究生博士 博士后到教授 培养的是工程师 科学家和艺术家 而产品经理跟创业者 他是要跨学科 然后要怎么样去 去找到发现一个好的问题 再整合各种技术 去解决这些问题 所以他的整个的成长模式 他的经历跟传统的教育模式 是很不一样的 关于技术是不够的 但是技术不强也不行 关键是你要找到市场在哪里 需求在哪里 产品如何去定义 然后再把这些硬科技 融入到产品的研发里面 把产品做到极致 就像我们看到的这里 这些无人机也好 扫地机也好 甚至高端机船 智能制造的各种装备 和各个东西都是如此 感谢观看